今天早上出去遛弯 就发现和昨天有很大不同 虽然昨天很晚回家 晚上起雾了 所以我还担心 今天早上会有很大的雾 结果没曾想雾没了 雾散得很快 这就是气温上升的比较明显 所以云开雾散 我们这样的天气 好天气不能持续太久 今天是星期五 说什么事都要明年再说 翻过去就是过完周末 休息一天 就到了2024年的1月2号工作日 所以上班的事情有什么事 我们明年再说 这是蛮有意思的事情 而元旦期间上海的天气 会是先雨后晴 会下雨 所以虽然今天天气 还算看着不错 西洋晚 这个太阳还是蛮红的 但是要当心下雨了 而中央气象台呢 也发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天气预报 说的是这个红色大雾预警 全国范围 尤其东部地区 华北地区 这个是今年首个红色大雾警报 大雾能够发红色警报 确实也挺吓人的 在元旦期间 其实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到处乱跑 毕竟在长途旅行的时候 你并不能够预知 哪里的天气突然变化 上海这边的这个警报级别 应该还是偏低的 但是总体来讲 全国能见度 是不太理想的 虽然这个元旦最好 还是在家里面躺着睡觉的好